歡迎光臨 巴尼選物店 邦尼選 我們終於有對在頻率上了 之前預錄的時候我們都會 每次都要重錄好幾遍 OK好 我是巴尼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在Clubhouse上 錄Live的Podcast 所以還是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節目 然後我們的節目是 巴尼's Talk 他是一個探索生活風格的訪談Podcast節目 那我們相信品味養成來自知識累積 然後希望透過選物店的方式 與聽眾一起培養好奇心 然後身體力行追求美好 那巴尼選物店這是一個什麼單元呢 是我們2021的一個新單元 然後我們之前主要訪談過很多的人物啊品牌 所以我們決定來講講自己的生活品味時事 那每一週就會邀請一位團隊的夥伴 那今天就剛好就是擁有大大 來分享近期好吃好玩的有趣新活動 或者是展覽時事 那因為我們是禮拜一晚上10點固定錄音 所以我們就會開啟Clubhouse的房間 就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跟我們互動 就是我們中間每一個時事都會安插一些時間 讓大家可以發問啊或者是分享你的看法 那Podcast的版本呢 我們會在每週五的早上9點上架 就讓大家上班偷聽完 下班就去玩 好OK耶 那永祐要不要也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分享一個你的小秘密 沒問題 大概介紹一下我是叫周永祐 然後我是一位設計師 以前我做平面設計比較多 然後後來我做動畫設計為主 然後我現在自己成立一間公司 然後通事也是在當藝術家 會畫畫參加展覽等等 對然後之前我們每個單位演員都會大概 我可能會分享一個我的小秘密 或是我在做什麼 然後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回去聽 我可能每一集會講大概 也許五分鐘左右 可能我之前做一些行為藝術等等 對因為畢竟這之前是我在做的節目嘛 那雖然永祐大大已經很有名了 可是還是有時候不同的領域會 可能不知道他或者是不了解他 所以我每次都會每一集的開頭 我都會請他分享他一個小秘密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你今天想要分享什麼你的小秘密呢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 那個可能一些關於寫作經驗的黑歷史 然後很早的話我會從可能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在寫巴哈姆特的場外休息區 然後我寫很多廢文 基本上我那時候是在那個 網站上算是BP拿第二多的人 就BP他是一個怎麼講 因為付那個GP鼓勵作者的話 要付大概兩塊錢的BP 然後如果你是覺得那篇文章很爛 你要付一百塊你才能給他一個爛 然後那時候我就累積了超多的爛 可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個一個爛就可以抵可能一百個讚之類的 對我那時候就是超級廢文王 然後後來我大學的時候在寫小說 可是我寫的是第一人稱視角 就可能寫說那個主角有超能力啊什麼的 然後其實很多朋友同學看到我寫的文章 都會誤以為我真的有超能力 然後也有人覺得也太荒謬 就是他不敢相信他自己的同學會覺得說那個人真的 然後後來我在2018年的時候 我開始寫medium跟一些臉書的一些 怎麼樣 可能知識性或是職場的一些經驗分享 那有些前輩啊或是同行的人 他看到其實他可能經驗上不同 所以他不太認同 所以有些人就會常常演上 就是可能批評我寫的文章啊等等的 我覺得很好玩啦 就可以觀察到一些社會的現象 你之前有因為 你之前有因為什麼事情沿上嗎 在medium上面 medium上啊 我覺得是業界的那種沿上 就他不是社會的事情 就是可能我講說 設計應該是為了服務客戶啊 或什麼的 這種類似我覺得可能是常識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設計應該是為了藝術而生 怎麼會是服務客戶呢 之類的 OK 我們待會可能可以請人家 知道這種相關的來補充 好 等你告一個段落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進行的round down 是我們會分享四個時事 然後兩個時事可能是我這邊分享 然後永永分享兩個 最後做一個了解 然後我剛剛有看到 就是我們會抓空檔回覆大家的這個舉手 然後我 他走了 又回來了 我剛剛看到 Emily跟Stewart有舉手的 那我就先 如果Emily在我就先讓他 他發言 好他 不知道在的線上 然後Stewart 他剛剛也有舉手我 Hi Stewart 你好 你好 所以我要說什麼 欸我被Pinch進來了 被永永Pinch進來了 哦 所以我要 我要幫岩尚霞 周永又 擦脂抹粉一下嗎 我的粉專做了這些事情 對對對 你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為什麼那時候會岩尚 等一下 跟你們說要聊主題 你們不是有節目要錄嗎 對 但是我們都會抓空檔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講他岩尚的主題 是現在最好的時機一點 好啊 反正你們知道 大概我不用講內容 我只讓大家知道他當時有多扯 D卡上特別在討論周永又這名設計師 他討論原因是這個設計師很討厭 所以那個時候大部分人都知道兩個設計師 一個就是聶泳生 一個就是周永又 聶泳生是因為他很厲害 周永又是因為他很討厭 D卡是在討論周永又說這個設計師 我唯一大家生活中非設計師聽到的設計師 就是周永又在討厭 他寫的文章好討厭哦 結果變這樣子 而且是關注文化的人 就是文青 因為他寫一篇文什麼 我不要講名詞啦 我猜一下也可以講嗎 可以啊可以講 然後文青癌 他其實是自我討論 因為永又其實 我自己覺得這個行為還蠻M的 就是他會說 嗯我覺得就是文青很廢啊 每天都在那邊無病呻吟啊什麼 結果就變成一個地圖炮 他其實想講他自己自我檢討 可是因為就寫人文章 然後他的寫作方式是地圖炮式的 所以就全部人都會看到了 所以大家就很生氣 然後我本來覺得他 因為我這個人的個性 我其實沒有很乖 只是因為 因為做了一個粉專 然後就是有一點愛惜羽毛 所以我分享的東西 很多都很蠻政治正確的 其實我也不是說不支持 那些我分享的東西 只是說 我比較不會去分享反面的想法 可是我還蠻欣賞勇敢的人 或是跟我想法相反的人 所以我就支持他一下 幫他分享那個想法 結果我的粉專呢 不管是匿名姓像也好啊 私訊也好啊 就是你知道那個時候 還流行一些什麼匿名的 那個什麼配音什麼的 然後他們全部都湧入了上幾十封的 就說你為什麼跟他走那麼近 我真的好看錯你了 就是我引發退訂潮 然後我就還要就是一個一個 像公關心一樣說 我覺得他還好啊 還有什麼的 然後就是開始就是發表 而且當初其實我也是他的黑粉 因為我就直接密 中文佑我就說 我說你真的很白爛耶 你寫那什麼爛文章 邏輯也不好還硬要寫 然後我發現他好像還蠻 就是還蠻認真聽我講話 然後也沒有就是很激烈的反駁 我想說他好像只想講一下 他想講的 所以就說好 然後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就發現他本人的那個 私底下的私人的品德就是非常的好 所以發現他其實就是本人的 跟網路上的氣質是不同的 其實有點我覺得 因為有表演慾啦 就是他的表演慾就是 就是有點行為上的表演慾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就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所以後來就覺得說 就是大家反應比較大吧 因為這是鄉民嘛 鄉民文化嘛 對大家嘴巴是 就像現在我們在玩Clubhouse 現在不是被中國給擋下來了嗎 對不對 然後你看中國網民網路上面 你媽死了 他現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也不會這樣嘛 對不對 就是本人的時候沒有這樣 所以我覺得OK 所以後來就這樣 所以我最近他要開Youtube我就說 要不要叫岩上霞 我覺得很適合他 感覺很像是超級英雄的議員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韓國瑜 我們的韓國瑜大統領 對不對 也想要當我們這個 媽媽媽我覺得 漫畫議員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們擁有做英雄戰隊 也是十分的適合 好我講完了 OK所以是 演出 AT要講什麼 演出 好像蠻合理的啊 他要嚴肅 演上主 OK所以是 是一個油 油黑轉粉 聽起來像是BBQ 你不覺得要演上主 就是笑 好像在滾動 超乳豬之類的 OK 酷 That makes sense Kerry很害喔 演主 好啊 今後就叫你大哥了 好啊 希望說 搭那個列車的時候 領便檔 啊啊 可以可以可以 什麼一賣 什麼一賣 就是一直好吃 蛤 蛤 他就說那個 蛤 你是不會講日文 還是不要講 我賣 賣賣賣賣 不是一賣啦 一賣什麼東西啦 算小 好啦沒事了 好 那我們把節目的主持棒 交回給我們的巴尼熊喔 好 我們謝謝星際妹 謝謝Stewart 原來是一個油黑轉粉 然後再變成 永祐側翼的故事 好如果大家想知道 永祐更多的小秘密 除了可以去看他的 最終他的 IG以外 然後也可以去聽 這個巴尼熊物店 每一集 除了上一集以外 我們每一集都會分享 永祐的一個 小秘密 或者是他 岩上的故事 OK好 那我就繼續 那我今天想分享的 第一個時事 欸他也不算一個時事了 就是最近的一件事情 呃 因為在Clubhouse裡面的人 我就會 預估大家應該也是用Mac 因為大家都用iPhone 所以才進來嘛 那 大家之前 其實有一陣子 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Chrome在Mac上的效能 是差到可怕 他除了會很佔記憶體之外 然後他常常會跑到 那個圈圈在繞 所以後來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呃 用電腦的習慣不是太好 就是跟整理房間一樣都很亂 所以我就會開很多分頁的那種人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是分頁開太多 所以電腦跑太慢 還是因為Chrome的關係 後來我就看 呃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呃 之前Google的人 他叫做 Lauren Bitcheter 啊我也不會唸 反正就是一個下拉式更新的發明人 下拉式更新就是你 呃 把那個頁面往下拉一下 他會旋轉旋轉 然後就更新 然後他就寫了一個網站 就說這個 Chromesbad.com 就在講說Chrome有多爛 那 基本上Mac在 呃 Chrome在Mac上會跑那麼慢 是因為他有一個 呃 一個原件叫Keystone 它的Keystone的運行會佔很多 那個記憶體讓它跑很慢 但是Chrome有一個讓我很離不開的地方 就是它的那個擴充插件很方便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說 欸如果用那個 Microsoft他們自己出的那個H 的瀏覽器的話 一樣可以繼續無痛的使用Chrome的這個 插件 呃 就是比如說你想要做些什麼PDF啊 的一些轉譯啊 或是什麼 呃 AdBlogger啊之類的 對這個是我發現這個 Mac用戶要趕快逃離可怕的流量怪獸Chrome 那 我剛好提到說 因為我自己 本身 欸永祐你知道你其實是可以開麥的嗎 呵呵 我知道 因為我看你都沒講話 呵呵呵 我一陣尷尬 OK 反正就是我以前會用一個 因為我剛剛講說我習慣開很多分頁嘛 就壞習慣 就是我看到什麼就打開打開 然後我都不關那種 然後我以前會用一個 呃一個插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叫The Great Suspense 就是它按一個按鈕 它可以幫你把分頁凍結 你知道那個插件嗎 我沒用過欸 就是 就是比如說有時候你覺得跑太慢的時候 你就把其他的網頁都封起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呃 loading的樣子 然後你要打開的時候他去點它就會重新打開 對 但有時候我會 是常用書籤的功能 對 但有時候我會不小心犯唇 就比如說我在打一些資料或什麼 然後就不小心按到那個 或是我在輸入 比如說我在填一個錶單 然後不小心按到 就發現幹 又要重新輸入 呵呵呵 對 所以我想要介紹說 我後來是 因為我很喜歡開很多分頁 或者是說 呃 比如說 呃 你自己在工作 像你可能是freelancer 你就會發現說 欸有時候你可能 現在你想要做工作 或是現在你想要娛樂 那你是不是 不同的場景 你就會想要 開不同的頁面 我想想看 不同的頁面 你是說 不同的社群平台嗎 對對對 或者說比如說 我不知道你的習慣 比如說你現在在做一個設計案的時候 你會 你可能就不會開Facebook 對不對 你會避免到一些不必要的干擾嗎 還是你不會 你沒差 喔我沒差欸 因為我不會回的訊息 就不會回 喔OK OK 不會是炎柱的部分 呵呵呵呵呵呵 OK 好我自己是因為 我會 比較容易受到那個誘惑 比如說我Youtube開在那裡 我就會 用一用 就想要手間去點Youtube 更新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所以 呃我想介紹的一個 很好用的一個插件 那它叫做 Werkona 就是 W-O-R-K 然後 O-N-A 它也是一個軟體 然後它基本上呢 就是你可以一鍵切換很多不同的 Work Workspace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現在列了一個 Workspace 叫做 呃工作好了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正直在工作的嘛 那工作裡面可能就會有我工作的 E-mail信箱啊 然後我工作的雲端雲碟啊 或是我工作的一些 呃比如說網站的後台之類的 那我就比如說五個要工作的網頁 我就把它放到這個Workspace裡面 然後我再開一個 比如說我在開一個Workspace 是 可能是娛樂的好 那裡面可能就會有我的社群軟體啊 我的Instagram啊 或者是有的沒的 然後我可能再開一個Workspace 是Podcast 我可能就放一些Podcast 相關的網站 什麼的 那我就可以 依照我現在需要的場景 去按它的那個更換鈕 然後比如說 我在工作裡面存了五個分頁 那我按Workspace 是工作的時候 它就會幫我切那五個分頁 其他就全部都收起來 我想到一個使用情境欸 嗯 就是你平常上班的時候 你可以再逛一些網站 然後老闆走過來 然後主管經過後面 就按切換 沒錯 我就是會這樣子 我就是會這樣做的人 然後 然後 後來後來 因為我就是可能 你知道科技 雖然是它會幫你想很多好的方法 可是有時候人就是犯賤 就是你還是止不住 你有時候想去看臉書 後來我發現我在每一個Workspace裡面都放了Facebook 呵呵 以前是喔 比如說我要娛樂 我再切到娛樂的Workspace 去看Facebook 後來發現欸沒有 我在工作的頁面也放了 對 哇 每個頁面都會離不開Facebook 對 就是一個壞習慣 但是我覺得它 基本上它還是一個好用的工具 就是WorkCorona 它是一個免費的瀏覽器工具 然後 你不管是用Chrome 或是用Edge 它都是可以支援它的擴充套件 它就可以幫你快速的管理分頁 然後快速切換隱藏沒有用的分頁 對 當然你也可以拿來做一些壞壞的事啦 我是 個人也是 呃 也是覺得好像蠻方便的 對 好 我再補充一下好了 就我自己一直是用那個Breath 然後它是用那個Chrome的框架 但它沒有那個Bug 就是 它不會說耗能啊 或是佔記憶體等等 然後如果要 而且可以賺十塊鏈的錢 可以賺bet 然後也可以 因為透過 可以挖瓜 或什麼來賺那個 就是 雖然是虛擬貨幣的錢吧 然後重點是就是 我很久就沒有用Chrome 但我發現 就我自從把Chrome整個移除掉之後 我真的電腦 就是 電力維持 差蠻多 就是我帶出門 我可以用比以前更長的時間差很多 所以推薦大家 如果真的是 可以取代不用Chrome的話 就把Chrome給移除掉 反正既然都調到藝術問題 我就直接告訴大家 啊 Brave跟Chrome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他們都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強調一次 因為他們兩個的核心都一樣 因為我畢竟就是有 當過工程師 一下下午身邊有很多工程師 如果你們真的非常在銷的 請用 請用那個Edge Edge就是Microsoft出的 它不是IE 不要一直以為它是IE 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都對IE有非常恐怖的記憶 它是非常討人厭的東西 可是Edge不一樣 Edge真的很好用 身邊的工程師朋友 以前超討厭 超比試Edge都跑去用 都超比試IE都跑去用Edge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孝順的話 就去用Edge 好 講完 欸 那我想要問Steward 你自己或你朋友本身 會用那個嗎 Safari嗎 還是你們也不會特別去用 就是蘋果原生的瀏覽器 你要看你平常的行為吧 因為Safari的真正問題 是Safari的插件生態系太薄弱了 它沒有任何的保護 就是插件生態系 你知道就是Extension的生態系 太薄了 你要在Chrome上面 找到Safari上面有的東西很少 所以Safari雖然是Apple原生 效率是不錯 可是它的原生是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會這樣講 我們會說Safari不是一個現代瀏覽器 就它很少 舉一個極端例子 它舉一個最常見的例子就是 只有Chrome有聲音插件 Safari很少成的聲音插件 它很少有那個 你們有注意到 它那個Record 那個錄音的插件幾乎沒有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東西只支援Chrome 不支援Safari 那怎麼用 沒辦法用 所以你只能用新的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大家不要去用Safari 不得已才用Safari 盡量就是用現代瀏覽器 例如Edge 或者是Chrome 那Chrome這麼吃 吃電怪獸 你就用 Edge 像我現在還是在用Brave 可是我也是想挑到Edge去 對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情 對 好的 我們謝謝Stewart 底下的聽眾還有什麼想要Echo的嗎 或者說你們在流氧器的選擇 或者是 呃 流氧器上吃了什麼 門葵 或者是遇到什麼鳥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是 永悠來介紹下一個食事的Part 好 那我們這個Part我要介紹是關於Pizza 那最近必勝客他有推出一款新的Pizza口味 是那個三針海味 團圓Pizza 然後他就用干貝 魷魚 還有尋味 然後左上那個金沙醬 再加美乃滋 然後還有點摩斯拉拉起司 那他就賣到3月1號為止 然後順著Pizza的話題 我會想要推薦的是 我自己的口袋名單 就有一個叫做Kura Pizza 是我吃過我覺得算是台北最強的Pizza 它的位置很偏遠 它在萬華 然後還要再過去 所以我跟朋友之前吃吃 我們可能搭到那個龍山市捷運站 然後我們再搭計程車 大概接近10分鐘的車程 過去 然後味道我覺得非常好 然後價格 因為他可能店的地址比較遠 所以要相較來說 店租便宜 有可能就影響 它的定價也相較比較合理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那邊享用到 蠻平價又美味的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一趟 好 然後再順便推 因為它距離比較遠 那我覺得Banko 它是有好多間粉店 我前陣子有去吃它的世茂店 那我覺得這間店它是在那個 怎麼講 交通上跟美味上 還有價格上 都算很不錯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試一試 然後再來 想到Pizza我就會想到意大利麵 然後我會想到說 想吃道地的話 Pizza我想先補充一下 那就是 因為你剛剛講的店都離你家有點遠 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 呃 天母有一家我覺得還 還不錯啦 叫那個Pizzaura Oji 你有去吃過嗎 真的嗎 這個是那個 在知山站附近 喔 在德行東路那邊 就是加樂福再過去一點 有 我在上個月有去吃 對我覺得 我覺得味道是還蠻不錯的 但是 比起這兩家我會覺得 它的好吃是在 在 可預期的範圍 就是沒有到很驚奇的那種好吃 那這兩家 讓你驚奇的點是在哪裡 嗯 我覺得就是好吃到哇 蠻有印象深刻的 怎麼講啊 就是麵皮啊 或者香氣啊 或是 食材上 我都覺得 就是蠻驚豔的吧 OK 好 對 吃了可能才知道 有沒有什麼 Pizza愛店要跟我們分享的 就是 你覺得大台北地區 好吃的 披薩愛店 好 那你一邊講這個 你說你要講義大利麵的部分嗎 對 我會推那個 有一間叫做Solo Pasta Solo Pasta 它是比較道地的那種味道 然後它 價格我覺得還不錯 只是它缺點是 份量我覺得稍微一點少 然後它通常是 人都蠻多的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挑 平日中午 有空的話可以去 那 那Solo Pasta 跟Solo Pasta 小蝸牛 是同一間店嗎 我不確定 我記得它以前有一間店 我記得有一個 小蝸牛 蠻多人推的 小蝸牛嗎 我現在立刻猜 欸 小蝸牛 有人有吃過小蝸牛的嗎 我沒有查到這個 我有查到 但我不知道現在在哪裡 它好像是 姐妹店嗎 對 好像是姐妹店 好像姐妹店是不是 OK 沒關係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功課沒有做 蝸牛好像是在台中 台中的地方嘛 然後它來台北開生店 叫Solo Pasta 可是我記得 對對對 好像 好像是這樣子 好像是這樣子 就是台中的小蝸牛創辦人 這個王嘉平主廚 他開設的Solo Pasta 然後今年好像已經經營了十幾年了 對 我記得這個Solo Pasta很久了 對 所以 小蝸牛是更少的時候 OK 好 那你想你想推薦小蝸牛的 Solo Pasta的什麼 它的什麼 我覺得它的義大利麵吧 燉飯我也吃過 然後它燉飯是 真的是蠻到底 然後是比較偏 硬的 然後就是它那個米心裡面會 會是軟的嗎 就米心裡面也是硬的 對 就是 就是很少見像這樣子 真的 真的那種燉飯它不是 台式那種很濕很軟 它是那個米心會有一點 硬硬的 在裡面對不對 就是它有點比較乾一點的 滿推這間的 然後我上次去好像有朋友還剛好 有生日吧 所以好像它生日也會有什麼優惠 會有震送的東西 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 可能生日或慶生的時候去 OK 如果大家有什麼 推薦的義式好店 也可以 在這個時間點跟我們分享 你的 意大利愛店 沒有的話 我這裡可以補充 好 你說 因為我很愛吃義大利麵 就是 我覺得 中山站那邊有一間螺絲馬力 的CP值滿高的 就是它你只要點單點它就會送 甜點可以選 等一下我對螺絲馬力有印象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大學 大學家具會去吃的東西啊 對就是很評價 然後CP值又很高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那個 南京復興站那裡 有一間琴琴 義大利麵 就是琴克的琴 然後英文好像是CIN 然後我也覺得它的CP值很高 然後 嗯 就講到義大利麵就很 就會想到千層麵 我覺得天爐那裡有一間 大爺 就是那個大爺的大爺 餐廳麵 它的千層麵很好吃 啊 對 OK 然後 你剛剛 等一下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南京復興對不對 對 我就想到那個 呃 對一段飯 龍江路那邊 欸好像有一點小距離 那邊有一家 算日本的義大利麵吧 我覺得蠻好吃的 叫十壁家 對日和嗎 還是另一間 十壁家吧 十壁家好像是 那是開頭的嗎 對對 什麼 就是在三內之屋的表面 十壁家 對 喔 這個 雅雅舉手了 他也要為了義大利麵而來嗎 嗨 雅雅 妳剛剛攻擊我的村莊 我只是想說 我只是想說 十壁家的東西 真的是都還蠻好吃的 是不是 現場 他是現場做的義大利麵 他不是我們看到那種就是 他就很 他很像鼎泰峰那種 就是什麼 中央廚房看得到他在做對不對 對 對 是黃航對面嗎 好像在附近吧 對對對 就是在妳講那個丹麥之屋那個麵包店旁邊 那是龍江路粉店 喔 是不是 對 喔所以他有分店嗎 有有有 他在 美麗華跟金站都有 美麗華對 對 樓上好像有 可是好像本 本店的評價最好 其他家我沒有吃過 所以我也沒有要來評論 對我也只吃過本店 對 就是為了這個來舉手 對 我也為此而來 我也為了實力家而來 對 我也為了實力家而來 好 那我們謝謝 跟朋友們再講最後一個 好 那個燉飯的話 我覺得金華酒店一樓 那間餐廳的 豬五花味噌燉飯很好吃 好謝謝大家 掰掰 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剛說的那個大爺義大利麵 是來個大來個爺 就是大小的大 然後爺爺來個爺 爺爺奶的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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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大爺西餐 好像在天母那邊 青月那邊 7月西燈了 什麼 好 天哪 我的童年會了 你沒這麼嚴重吧 你的童年還有很多 很多事情吧 對 好 謝謝大家 我順著在分享那個 逸馬卡朵 那是天母的 然後它的披薩我覺得不錯 可是它價格我也稍微高一點 然後再來我想推薦的是那個 日式的 麵日和 在中山那邊 然後是 日式的義大利麵當中 我目前吃過最喜歡的 麵日和 對 好 那你覺得它跟一般的 義大利麵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風味是 怎麼講 呃 像剛剛提到實力加 有點像 但它的味道可能會用更多是 可能醬油的調味 有些更日本的風格 就我有朋友他去過日本吃 他們日本當地的 義大利麵 他回來就覺得 欸 麵日和是他在日本吃到的味道 OK 好 然後我自己吃也很喜歡 那話好像 對義大利麵有一點想法喔 欸哈囉 欸嗨 嗨 嗨 我其實想講披薩 因為我剛剛聽到你們在講Solo 然後想到 赤峰街裡有一家叫Solo披薩 那家很好吃欸 Solo披薩 哇這個話 就是Solo啊 就是 我剛剛聽到你們在講Solo 所以我想說 然後 中山那邊還有一間 Little New York 那個也很好吃啊 喔我記得它有分店對不對 Little New York 好像在東區有一家 然後它的紐約客很好吃 喔 好 OK 好就這樣 好謝謝 今天來嘗嘗看 哇今天 今天多了很多的名單 這個話題還真的是 有點走不開 一直卡在 還沒吃過這間欸 小紐約Pizza好多人推 蠻多人推的 蠻多人推的蠻多人 我記得就是 中山跟北車 真的附近有一家 我記得 對 喔 然後我想要 我想要最後Echo一下 就是我覺得那個 就必勝客每次 也不必勝客 就是這種連鎖披薩店 每次都會出一些 有的沒的口味 可是他們的每次都會 海鮮都會用魷魚 然後 就我會覺得 他每次放魷魚 我都有一種很low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他處理的沒有到太好吃 對或者是他想要做很多料的海鮮 可是他又要抓那個成本預算 所以他就是也沒辦法用什麼太新鮮了吧 我猜我不知道 對 有可能 好 好的那 那我們終於要邁進下一個 下一個話題 OK 那我們剛剛講了吃的嘛 那我們就 免不了愛講喝的 那因為這個本人算是一個蠻愛喝的人 所以我今天會分享 呃 分享兩間酒吧 是我最近去的 然後還有 呃 算是 兩個活動 兩個跟酒有關的活動 對所以 我覺得今天可能 會聊得比較晚一點 因為你還有講拉麵嘛 對不對 對 好 我跟你講一下就是 我 因為 因為我跟永佑是這樣子 我們的活動 呃 生活圈比較偏 比較偏 紅線一點 比較偏北一點 對我們是在 士林啊這一代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 我那時候 之前就有看到一家 我 我朋友真的有去 然後我是一直到前 前幾個月才去 他是一間在 原山的酒吧 他叫做運 Windy 然後呢他是 2020年的四月開幕 然後他在大龍街夜市旁 就真的是在大龍街 就是 呃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就是 原山那一區 附近有一個孔廟嘛 然後那邊是 中國高中會經過的 對對對 然後那邊是 那邊是夜市 然後在夜市的巷弄裡面 有一個 speak easy的酒吧 然後他就是這個運 然後也是 嗯 小小的一間這樣子 然後呢 我推薦他的點 當然是 那時候我們是 平日的時候去 平日的時候去 喔那時候跟朋友去 基本上是包床的狀態 就沒有什麼人 然後他的酒 還不錯 那 我會推薦他的點 所以我覺得老闆 是一個很帥真 親切 然後放感情的人 然後 因為那邊其實 比較不是所謂 酒吧的一級戰區 所以比如說 什麼安和路啊 六張禮啊 東區 所以那邊相對來講 就是會去那邊的人 就比較少 所以他其實 呃不管是要跟朋友 或是你想要去約會 我覺得他都是一個 比較安靜低調 然後滿chill的一個地方 那他的酒不錯 當然 當然沒有辦法 跟什麼亞洲50 這樣子的level去比 可是我覺得 我今天想介紹的 原因是因為他的老闆 很帥真親切 怎麼說呢 我們在喝完第一round的時候 然後 因為那時候沒什麼人嘛 就是 後來又來了一兩組客人 我們就來跟老闆聊天 然後聊一聊 他就說 因為我們就是 有時候會想說 不要照著 酒單點嘛 我說照酒單點很無聊 然後就會問說 老闆最近有沒有什麼 新的材料啊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什麼 在研發什麼東西 可以試試看之類的 因為我前一陣子 看他有在醃那個 呃用 好像用高粱吧去浸泡 infuse那個 白玉苦瓜 然後聽說味道很不錯 可是那時候剛好 前一批都買完了 他新的一批還在釀造 anyway我們就在聊說 你最近有什麼 比較有發想的 或是比較有趣的做法 然後他就說 他有一個 呃煮熱的 熱薑茶 然後下去 下去 下去用清酒 然後再加上化煤之類 然後另外一個是 用那個清酒 然後 配那個 綠掛 綠掛式的咖啡下去 下去 呃下去浸泡這樣 然後他講一講 講完之後就 哇感覺好像很有趣 以前沒有試過這種 這種 呃 食材 或是這種 副材料的酒 然後講一講 老闆就說 但是我要請你幫我一個忙 我說什麼忙 他說 喔那個巷口有Seven 然後現在店裡面沒有材料 你可以幫我去店裡面Seven買嗎 然後我想說 呃好啊也沒有不行 就老闆都不擔心我跑掉 我有什麼好 我有什麼好擔心的 那我就 我就跟老闆說 好啊那我就看那個Seven有什麼 我就買什麼 因為我也不確定到 應該應該也不是每一家店都有化煤 或綠掛咖啡這種東西 然後我想說 那有什麼就買什麼 然後後來就剛好 就沒有綠掛咖啡 可是有化煤 所以後來就買了化煤 然後就讓老闆下去做 對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他的酒算是很不錯 然後我很喜歡他的氛圍 所以 如果在那一區附近的朋友 或者是 呃 呃 你剛好經過那一區 或是你 慕名而來就可以去這一間叫做 運 一個草字頭的運 然後他的英文名字叫Windy 這間酒吧 是的 欸我覺得這很難得欸 因為我常常都想要找那種安靜低調的酒吧 可是我覺得好難喔 就是常常很多安靜的酒吧 可能過沒多了他就倒了 喔對 可是因為你要看你禮拜幾去 如果你是五六日去 很安靜低調 那絕地肯定倒的啊 因為五六日就是他 五六啦 五六主要是他們那個 火力集中的時間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啦 我覺得只要不是太 新的店或太有名的店 基本上你平日去應該都還好 對平日晚上應該都還好 不然就是早一點 比如說八點去那種 就是肯定 基本上沒什麼人啦 可能有平日去都是亞洲五十啊 喔那就 還是太多了 呃那我就也沒什麼好說的 對 然後 我還想推薦一個是 我前一陣子有去一個 算是新的 嗯 也算酒吧 但他白天是一個咖啡廳 他叫做 Kohi 他的這個名字叫Kohiand 然後他是開在市民大道 上的一間 呃 滿Chill的一個 複合式的 空間 就是白天是 我剛剛講 他白天是 有在賣手双咖啡 然後晚上 他是像做那種Tap Tap Run 有點像Jefflin那種 集影式的調酒吧 那他的背後的老闆 其實大我來頭是那個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亞洲五十 亞洲五十裡面有一個 欸 常盛君就是 Indodge嘛 然後就是Indodge的這個Bistro的創辦人 就是Aki嘛 Aki Wang 他被稱為這個華人的這個 這個 調酒教父 就是他開了這個 Cohiand 就是他想要去推廣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 集影的 雞尾酒之外 他也在做 這個 呃 茶的這個 瓶瓶 雞尾酒的 這樣子的拼影化 就他做了一個 呃他搞了一個東西 叫做台灣的五行茶 然後的瓶瓶 雞尾酒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從這個 Watt開始 就是帶動越來越多 這種 瓶瓶雞尾酒的風潮 現在包括很多 不一樣的 呃 店啊 或是不同的品牌 都開始做瓶瓶的雞尾酒 對 所以他算是一個 蠻新的一個 品牌 然後他們最近是有跟 亞伯樂 亞伯樂就是一個 威士忌的品牌 然後他們跟Cohiand 有聯名這個 威士忌的 茶酒 就是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去看看 那除了這個 他們有做新的聯名之外 我覺得他的氛圍也是 我很喜歡的 比如說他 他有賣了瓶瓶瓶調酒之外 他有賣 我剛剛講的 集影師的調酒 然後價格是相對非常的親民 就是一杯就是兩百塊 對兩百塊 然後他的氛圍是非常chill 他的外面是 因為他其實就是在那個 呃 維蜂那邊 國賓維蜂吧 就是 欸我不確定 就是 那間維蜂叫什麼 就是市民大道上那一間 就是他萬 就是國賓嗎 對就是國賓啦 欸對 應該是吧 如果有錯就是 市民大道的 歡迎大家 維蜂廣場 就是維蜂本館啊 啊對對對對 對好 我們就是需要大家糾正我們啦 然後他的 他的 他是 他是 那種 兩層樓的那種 獨棟獨院 然後他外面是有 戶外的人造草皮啊 然後 因為現在前陣子去是 冬天嘛 蠻冷的 他就是戶外有開那種 暖爐 然後你可以坐在堂椅上 然後或者是坐在 他的桌椅上 其實氛圍是蠻chill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不管是你們是 兩三個人去 或是朋友 他上面也有一些寶場的 寶箱 所以我覺得蠻適合的 然後 對 基本上 我去完之後 我是會再想去的 這一種店 推薦給大家 叫做 Cohen 有沒有要 有要接我話嗎 還是你希望我一直講下去 可以可以可以 接著是講那個 金門酒廠 喔對 金門酒廠的部分 那也有剛剛提到 那也有剛剛提到 我講一下 Cohen 的這個地址好 他是在那個 松山區的市民大道四段 37巷的1號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國賓本館的 就微風廣場的旁邊啦 對 好然後 然後 沒有問題 然後 我們剛剛講到瓶裝的 這個雞尾酒 除了瓦特 開始以後其實蠻多的店在做 那我今天想要講的是說 連金門酒廠 金門酒廠 什麼就是在做金門高粱的 這個酒廠 他們也開始做 呃 高粱的這種瓶裝 雞尾酒了 那他目前 我現在看起來是 指送 不賣 他們現在有在做一個活動 就是只要到他們這個 台北台中 高雄的直銀門市 你消費 就不限任何金額 然後 他你只要掃瞄 他門市上的這個QR Code 完成填寫他的問卷 然後你給店員看 他就送你兩瓶這種 呃 300mol的這一種 玻璃瓶的 這個 雞尾酒調酒 他們叫做 Kmix 精密絲條 對 I Wish系列 然後基本上 四種口味 主要都是茶 水果花香的風味 那 嗯 因為我還沒有去喝嘛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 跟大家講什麼味道 只是他有個槽點 我想吐槽 因為我們剛剛講 他是金門酒廠的 這個 直銀門市 但是台北市 就只有一家直銀門市 在那個羅斯福路一段三號 就是老寶局的對面 然後他的活動是 2月1號開始 所以 呃 如果大家這兩天 或者是過完年 有經過可以去 呃 試試看 我覺得其實蠻 蠻有誠意的 就是你不管 消費多少金額 他就送你兩瓶 這個精密絲條 然後 目前看起來是指送不賣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嘗鮮 嗯 好 那 酒類最後一個活動 就是 我看大家都很平靜 呵呵 就是最近呢 這個 牛新聞呢 他們做了一個 酒類的 Bar serving的活動 叫做巴巴結 就是巴是那個酒吧的巴 巴巴結 然後活動是 2月17到5月31號 那他在幹嘛呢 他其實 呃 他其實就很簡單 他就是做一個為期三個半月的串聯活動 然後他找了 呃 台北吧 全台北41家 的這個 酒吧合作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 限定的調酒 還有41杯限定的特色SHOT 然後你可以購買他們不同 等級 不同等級就是可以換不同 呃 不同杯數的酒的PASS 然後呢 你就可以去那邊免費兌換 然後 呃 喝酒 然後他平日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 平日人比較少 所以他們平日有做一個加碼的活動 就是 呃 你只要現在購買的話 你平日去消費一杯SHOT 他就再送你一杯SHOT 就等於是買一送一這樣子 那我自己有稍微看了一下 呃 他目前現在最便宜的這個 早鳥票呢 是699 699裡面有什麼 有 送你一杯調酒 然後還有 呃 10杯SHOT 可是這個10杯SHOT 是要在不同的店家換 所以他沒有辦法說 欸我今天 喝得很開心 我這10杯要在同一家換 不行 他就是希望你 多多去 呃 不同的店家去消費 那其實這個東西 呃 說穿了他的模式就跟 以往 呃 好幾年 有連續辦的就是 巴 Serving 就是GQ跟這個 呃 巴 Serving 他們這個品牌 有做的一個 呃 都會串聯的酒吧活動 他其實 是換攤不換用 他就串流很多 不同的酒吧 然後大家做出聯名的調酒 然後有一些 呃 聯合的campaign活動 就是讓大家可以從線上啊 到線下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個 呃 我想吐槽的地方 就是說 他在做這個票券規劃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很划算 因為 我 我 699的找鳥票 居然只送了一杯調酒 然後剩下10杯SHOT 代表我還要去 10間店消費 可是有時候 因為他還是有低銷的喔 對 就是這個 因為可能很多人沒有在喝酒 他不知道說每一間店會有自己的低銷 比如說 可能這個低銷是一杯酒 或者是一個 價格 而且這個價格有可能 因為是平日或假日 變更 比如說平日可能是500塊 可是到假日可能 也許一個人的低銷就是800塊 那不知道的人 或是沒有在喝 雞尾酒這樣子 活動的人 他可能就說 我不是已經買了這票券 為什麼還要另外收錢 你們是不是店家想要學我之類 所以 我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做起來 可能相對來講 不是這麼的友善 所以我覺得他比例也許可以調成說 欸 這個早鳥的pass裡面 如果有三杯調酒 然後七杯shot 我覺得這個比例 也許會好一點 因為你只送一杯 其實是有點 有點小氣啊 然後 如果如果我真的快用不完了 假設我剩兩三杯shot 我也 我也不想為了這兩三杯免費的shot 我再去這些店消費啊 就是 我會覺得 做的沒有很好 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想要吐槽的地方 是他有一點 不知所以然的一夜合作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這種活動 你會找很多的酒吧 還有相關的品牌合作 那他找了一個 新的 算是精品的 運動健身房 比較expex的運動 然後他就是 你只要買這個pass 他就會有送你兩堂課 對但是我 呃 可能他的TA都是比較白領 或是比較有 稍微消費能力的人 但是我覺得 欸 這兩個東西好像比較 兜不起來 然後再來是說 他們跟Wemo合作 可是我覺得他跟Wemo合作也 有點沒誠意 因為他的Wemo合作是 新註冊的會員有50塊的註冊 註冊金 但是我想說 比如說我已經有在騎啦 那我根本就用不到 對我會覺得說 呃還有 可以加強的地方啦 不過因為他們是第一次辦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那我會 我個人會覺得說 他可以多做一點活動 像bar serving 比如說你做一些周邊的活動 像bar serving 最有名的是 他們辦這個 呃 我記得好像是有一個 派對巴士吧 就是他好像 活動開始的第一天 他就是會 呃 在 包這個公車上面租場 然後 上面 如果你有買到這個 派對巴士的票的話 你就可以在上面喝酒啊 然後他之後會把你送到 W Hotel 的租場 或者是你可以多做一點實體的周邊 因為我覺得這個 有時候 大家是想要 一個氛圍嘛 或一個留念 比如說像上一次的 GQ的bar serving 他們就做了很多 有趣的周邊 像是什麼 嘔吐帶 嘔吐帶做的很有質感 或是像貼紙 然後或者是像 解酒液 然後甚至他們之前 有做一個小的 就他們有點像一個 他們叫做 求生包吧 就是等於你買這個 PASS裡面 就附你一些 呃 哩哩哩哩的東西 那這個求生包裡面 我記得 裡面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有一個 拔杯的那個 小 小的那個 紅錦帶 然後裡面就是有拔杯的遊戲 就是 叫你在酒吧裡面 對 怎麼玩拔杯 比如說你可能拔到這個 醒杯 你就要喝三杯之類的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他說穿的成本 也沒有到 增加很多 可是我覺得那個趣味性 或者是 呃 嗯 在 之間的 引流 我覺得會做得更好 對 但是 還是推薦給大家 大家可以搜尋 牛新聞的 八八節 八是九八的八 然後 時間是 二月十七到 五月三十一 他的早鳥票賣到 二月十六號 對 到二十六號 到十六號 到二月的十六號 對 然後正常票價 正常票價是 過一百這樣 對 對 大家應該會有高 高機率在這個期間 遇到我跟詠優 對 好 而且還有他時間 算蠻長的 兩個 兩個月半 兩個半月 對他應該也發現說 其實大家根本就喝不完吧 對 因為他還有 他還有其他的票券 是賣到很誇張的 比如說什麼 一三九九 二三九九的 然後可能是有三十杯Shot 或然後 十五杯Shot這種 那 一個人一定喝不完啦 除非你就是一個 酒精 重度成癮者 剛剛算一下 是三個半月 這其實還夠啦 還夠啦 認真喝夠啦 OK 好 那我們要 我們要講一下 拉麵的怕對不對 拉麵的怕 他是有人要分享 關於酒吧的 對 有人想分享一下你的 酒吧的 嘿 我我我 好好好 哈哈 因為我看 剛聽是說 大家比較喜歡 安靜的酒吧嘛 對 我也蠻喜歡的 呃 因為我 我因為就是 因為我是都只聽 日本音樂的人 所以在 八條通那邊 就是 那邊其實蠻多 那種 日本人開的那種 小酒吧 你說像 你說像藤嗎 嗯 像什麼 像藤 是不是有一間叫藤 嗯 我沒去過欸 對 因為我主要就是 其實我 我去那酒吧 重點不完全放在喝酒 是因為他們 那種日本的那種 日式小酒吧裡面 他們都會有那種 日本人點歌 日文歌的點歌機 所以等於說就是你可以 邊唱歌邊喝酒這樣子 哦 你說有 因為 因為我們就是 呃 在台北就是 像日文KTV 我們都是 幾乎都是預約制 你比較難就是說 哦 我今天突然想要唱歌 然後我就過去 然後一定有位子 這樣子 是比較難的 你是說像 比如說像明度那種嗎 唱歌的 我也沒去過 那你想推薦的是哪一間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常去的是一間叫做 Kiseki 的台日交流酒吧 哦 哦我看到了 他也是在 對他在八條通那邊 然後你那個八條老宅 麻辣鍋滿進 哦 八條老宅蠻好吃的 我每次過 可是我好想吃哦 因為 因為其實 其實我的 我現在公司的公司 在林申北路上 然後 然後我同事有推薦說 有一間 日本酒吧還不錯 叫那個 7th Japanese Bar 他就在七條通 對對對 好 在八條通的隔壁 對 我朋友都叫他水果店 因為他會用多新鮮水果 然後一個老闆時候 你也可以請他說 如果某個水果到了 可以傳訊息 你跟我說一次 我記得霸小谷也是 特別想喝 有一個 他沒掛的 在那個 也是在中山區的一個 日式酒吧 他也是水果調酒建廠 叫霸小谷 嗯 蠻推薦的 最近我還沒去過 改天了 好 那我可以再問那個 剛剛可以唱 日文歌的那一間叫什麼嗎 因為聽起來很讚 嗯 那一間叫 Kiseki 你就只要打台日交流酒吧 應該就會有 Kiseki 謝謝 Kis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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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奇蹟的日文這樣子 哦 OK 因為其實那周邊 其實好多家都有 就是你可以邊唱個 邊喝酒這樣 讚讚讚 其實還蠻好玩的 而且就是 呃 因為裡面一定也會有日本人 然後你就會看到 就是 喝蠻的日本人大家很嗨這樣 就是 根本就是大家可以玩在一起 不會說就是 啊 這一桌是這一桌 那一桌是那一桌 這樣子 我有個朋友 他是之前在日本 然後前陣子有回台灣 然後他 幾乎是每天都泡在那邊 然後他說在那種店其實蠻放鬆 就有時候你只要點一杯酒 就可以待一整個晚上到天亮 然後好像他低消也蠻便宜的 對啊 他低消還蠻便宜的 而且 有的店他會有就是那種 喝到飽方案 就是有不同價位 可以喝不同的酒這樣子 我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有些店是有水煙可以抽 聽說是氣氛很放鬆 所以我朋友有時候甚至他可能 可能晚餐吃個火鍋 然後他就打包過去 然後在那邊再吃 對啊 因為那邊沒有禁止你帶外食 你只是就是低消要達到 超輕鬆的 對 就很輕鬆 然後 通常是如果你有唱歌的話 通常就是低消會再多加一百塊這樣 然後歌聽說都是蠻新的 對 都還算蠻新的 所以我就 最近都是跑去那邊唱歌這樣子 OK 好 推薦給喜歡唱日文歌的朋友 好 那我們謝謝雅雅 那我們就到我們的重頭戲拉麵的部分 欸 那個誰 AT是不是給我溜走了 他不是說他想要聽拉麵部分嗎 誰啊 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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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 不管他了 我們又繼續聊 我們上一週聊了這個嘛 就是 呃 台灣拉麵愛好會 之前選出了2020的拉麵精賞嘛 那你今天想要跟我們分享拉麵的什麼事呢 喔 今天從拉麵的起源開始聊好了 我們來聊長一點 然後拉麵聽說它不是日本 原本就有的食物 好像從中國傳過去 然後具體時間 我聽朋友說 好像是從 那個二次世界大戰後 好像可能民生不太好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沒有什麼錢 他們就是吃很簡單的 也許像是台灣的陽春麵 那然後他再做一些調味吧 所以他就變成 漸漸發展成拉麵這樣的食物 嗯 好像好像一開始是給比較多是勞工階級的吧 就是他們想要吃一些比較 重油重鹹的然後 比較會有一些飽足感的 然後拉麵在當地 現在也算是最便宜的食物之一吧 他們餐廳可能動輒 台幣就是至少可能三四百以上 那拉麵可能他們可以找到相對便宜很多 然後再來我要分享的話 是可能拉麵的流派吧 那在台灣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吃到很多很多各種拉麵 但是還是有些大概很流行的拉麵拍戲 比方說像是佳系 二郎系 摩多豚骨 魚介系 這幾類 然後 還有 還有如果照地區來分的話 也可能分成關西派 灌東派 九州派 北海道派 那我大概來介紹一下 那像佳系的話 它是濃厚的豚骨醬油湯裡 配上可能粗麵條啊 叉燒肉片 或是菠菜跟海苔這樣搭配 那我自己會很喜歡 就佳系 它是 好像也有一些雞的味道吧 就不只是豚骨 然後再加上搭配白飯的部分 我自己蠻喜歡 就我可能會常常把麵跟飯一起搭配的吃 然後台灣著名的佳系店家 有像是橫濱佳系大河家 在那個靠近微風那附近 再來還有特農屋在雙簾那邊 然後還有小川拉麵 小川拉麵好像比較遠 印象中好像是在六張里那一帶 然後喜歡種鹹的朋友 我覺得 你可以特別選擇佳系 因為佳系它可以自由調整 麵的硬度跟湯的濃度 還有油膩度等等 很少麵 我覺得怎麼講 可以做到佳系這樣的口味吧 其實值得一吃 所以我有一個問題是 所以麵的硬度 不是什麼派系都可以調的 基本上目前是都可以調的 那可能是 怎麼樣 加系的彈性 可能很早就開始有這樣的制度吧 我在想 喔 對 再來介紹的話 會是二朗系的話 二朗系應該很多人 就是聽過這個名詞 但如果你吃的話 你會感受到它有滿滿的豆芽菜 那再加上 可能是很多的肉啊 跟各種蔬菜 高麗菜等等 那我自己吃 我會覺得佳系的口味 是比較沒有那麼細緻的 就是它可能可以吃得非常飽 或是吃肉非常過癮 因為它可以去跟店家要求說 我要三倍的菜 我要三倍的大蒜 或是我要三倍的 三倍的肉啊 或是麵等等的 所以可以吃得非常非常飽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吃這麼撐 其實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說 我喜歡比較細緻的口味 那像是雞鱷的來說 雞鱷拉麵它的分量就滿多 但是我覺得它味道上面那麼細緻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台南的菜糧拉麵 那菜糧它的口味 我覺得就是在二朗系當中 它有細緻清爽的這種變化 那我覺得是在台北 所以我比較沒有吃過這樣的味道 所以我第一次吃到還蠻驚豔的 然後再來台北有很多朋友 他們會推麵巫衣之穴 的拉麵 也是有二朗系 就是麵巫衣之穴它有很多品項 其中二朗系也是他們滿招牌之一 然後再來屯仁 的台灣本店 我有吃過 但是印象其實沒有太深刻 因為可能二朗系 比較不是我最喜歡的類型 所以 如果你想嘗試二朗系的話 就可以吃吃看這些店家 然後三型星星是在 好像士林北車都有店 但因為我覺得 對二朗系比較沒有愛 所以沒有特別去試過 三型星星的這個二朗系拉麵 我之前有吃過它的二朗系 我有吃三型星星的沾麵 我覺得沾麵算是還可以 就還蠻好吃的 就算清爽類型的吧 再來介紹博多豚骨系的話 那它是從博多的烏台發揮的 那它的特色是把那個豬大骨 用長時間熬煮 它煮到有白酌的那種湯頭 那很多人會說 它可能有一股特有的豬臭味 但我在台灣吃到的話 我會覺得好像 沒有吃到這麼豬臭味 明顯的味道 那我之前是在 博多慶隆總本店吃到 那我們在台灣提到博多拉麵 很多人都會誤以為是 某一間連鎖的博多拉麵 但是我覺得 博多慶隆 你去吃吃看 你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博多拉麵 他們當地的拉麵 其實跟原本你可能想像的是不太一樣 它不太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台灣連鎖那間叫博多拉麵 我覺得它算是 偏向於台式拉麵 就是比較平價的那種拉麵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對這個名字 會有誤會 實際上博多拉麵它的味道是 我覺得像博多慶隆 就可以吃到這樣的味道 嗯 在魚介系的話 它會是可能有豬骨 加上一些海鮮湯頭的組合 然後它比較濃郁 那相較之下這樣的店家 可能也會推出像沾麵 因為沾麵就是 你會把麵跟湯是分開的 那像台灣的著名的魚介系 有麵烏圓 麵烏灰 拉麵公子 然後我在麵烏圓的話 我會覺得它算是比較清爽的 然後麵烏圓有趣的它是 有甜點 就你可能在吃完拉麵之後 你可以在店裡喝茶 吃個甜點 然後麵烏圓的魚介系 我覺得是 很魚的 就是它非常重的海鮮味 那我覺得 喜歡濃厚魚介的朋友 也要值得試試看這間 然後再來拉麵公子 我會特別喜歡它 是有一個叫濃厚煮乾的 然後它也是很濃厚的 魚介味道 那就是它大量的小魚乾 有些朋友會吃的不太習慣 因為它本身它鹹度也是做到很鹹 但是如果是很喜歡吃這種 重口味的魚介系的朋友 我覺得應該會很喜歡這間 通常我們就會說 可能魚介系算是關係派吧 就它的味道 然後 怎麼講 比東部的醬油口味 要再更重一些 然後它也會用很多海苔等等 然後關東派的話 就它可能是從東京那邊 移過來的拉麵拍戲 那在台灣 它算是 滿常見 然後舉例來說 就像是麵霧一燈吧 所以它 怎麼講 比較時髦花俏 然後麵霧一燈是你 所以如果是女生去的話 好像會送你一個冰淇淋 就男生去就沒有 真的還假的 真的 但如果穿女裝的話 好像也可以拿到 喔我看到喔 它好像說 因為要讓女性消費者感到 受到友善 所以就送冰淇淋 因為在日本當地好像 吃拉麵族群 還是以男生為主 喔好像是好像是 對 我身邊蠻多朋友 他們都覺得 吃拉麵 澱粉太多了 而且又 蠻顯的 高油高顯一點 對 女生可能為了維持身材 就不太想吃了 Done 然後照地區來分的話 九州派可能就是 像博多地區也算是 有名的九州吧 九州派 那它特色可能是 就是它煮到 很白煮之後 它可能會有些奶油的那種口感 帶一點奶香味 然後搭配上它可能就是 適合配上很細的麵條 因為細的麵條 可以把那種 湯頭味道再抓起來更多 嗯 比較入味一點 對 比較入味一些 嗯 然後地區上 北海道派的話 它是在最寒冷的北邊 那它的湯頭口味就會更重 油脂比例也更高 那在台灣我不確定有沒有 就是北海道派的招牌點家 如果有的話 大家也可以推薦給我 然後在台灣這幾年很流行的 會是雞百湯拉麵 那這個口味算是在 其他口味比較起來 算是最年輕的口味 那它是大概在 15年前左右開始流行起來 然後那時候也是從 博多的雞湯骨 雞湯鍋這樣子 延伸變化出來的版本 它是把那個雞骨 就是也是煮到 呈現那個乳白乳化的程度 所以它的那種香味 很多像是 我會想到奶香啊 或甚至玉米濃湯那種感覺 可是雞百湯跟豚骨比起來 是它的感覺比較 沒有那麼濃稠一點嗎 你覺得 對我覺得雞百湯 相較於是清爽一些些 但是我會更喜歡 我自己偏好有想要測試 雞青湯的 差別 吃雞百湯 雞百湯 就有點負擔吧 就覺得好像蠻油的 那雞青湯是怎麼樣 雞青湯就蠻清爽的 那可能就是 以鹽味啊 或是其他的 湯頭配料 來提升它的那個鮮味 可能透過煮昆布啊 或是煮一些 等等的 就是我覺得搭配上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雞青湯的味道 好 我們今天分享的時事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我們前面 也快速跟大家recap一下 我們前面分享了說 因為 Mac用戶發現 Chrome的這個瀏覽器很難用 它因為 設計的關係 會很容易吃你的流量 所以我們會建議 Mac的用戶 盡快逃離這個 戰記憶體的 流量怪獸Chrome 你可以改用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的 Microsoft他們出的 Edge的這個瀏覽器 或者是 同一個系列 但是 不同於Chrome的Brave瀏覽器 然後我這邊也推薦了一個 好用的 免費的瀏覽器分頁的 一個插件 它可以幫你管理你的分頁 快速的做切換 然後把你的注意力找回來 它叫做Wakona W-O-R-K-O-N-A 然後呢 再來永祐呢 就是分享了一下 它對披薩的一些看法 還有愛店 我就講了一下酒吧的部分 然後最後是拉麵的部分 那 今天的這個 Clubhouse差不多這邊 就是 剩下有沒有朋友想跟我們 分享你的 比如說你的愛店啊 或是你想跟我們聊的事情啊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 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Barney 我是永祐 那我們Barney熊物店 下週見 耶 好 謝謝大家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下個禮拜一的晚上十點半 那我們繼續在Clubhouse跟大家見面啦 OK 那就這樣子了 給 нашего營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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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